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块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一个全新的猫和老鼠的模式 这位置从主页上的休闲直接能记录奔跑吧老鼠 这是猫和老鼠新出的一个模式 玩法规则呢,在本玩法当中老鼠要各自按照引导线 然后通过这个记录点 然后在此过程中大家不再是队友了 而是可以互相击打对方 然后道路中间呢也有各种埋伏 这地方我们直接开始奔赏比赛 这位置前面跳过去 然后要稍微利用一下图内各种的设施 这个游戏还是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首先这个模式的道具和大家正常玩排位的道具 可能有一些微的出路 有颠倒药剂 以及各种陷阱 比如说什么老鼠匣之类的 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 你很长时间需要 就是有很长时间需要利用它自带的这种 就是地图自带的机关然后来完成关卡 这地方也可以看到 我这地方如果未通过这个检查点 它就不会给我提示下一个关 所以说这个检查点大家需要一直 一直去碰就是碰它 然后你也可以不按照它引导的路线走 路线是大家自己决定的 但是问题在于 大家需要 就是它给你指引路线是为了针对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你的脸已经被这个云蒙上了 那么它的路线就会在你没有视野的时候 指引你到底是决定你到底是往什么地方走 那这位置呢我们也是稍微小心一些 然后直接落到这个 那个喷泉上 然后这位置的问题就是我有点不太任心 因为我的队友到现在也没有去碰过我 所以说我也决定了就是不去接住他们啊 就是不给他们捣乱 那这位置大家要自己跑自己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 所以说也不太确定到底这把能打到什么样的地步 然后这位置有很多地方大家会发现自己并跳不过去 然后会不断的挣扎 没有必要 因为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利用地图上的其他机关来过 机关不只会影响我们继续前进 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 到底是如何完成本关的 这位置呢 大家玩这个游戏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地图上会出现你很多 你从来没有看着我的建筑物 它有的呢会增加你的跳跃 然后有的呢会让你完成这种类似于空中二连跳的效果 所有道具都是直接大家利用的 包括这个叉子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玩的比较就是怎么说 玩的后期可能比较熟悉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叉子 然后来当做中途你跳不过去的东西的一个跳板 就是把叉子插到这个墙壁上 然后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叉子上 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有很多 然后本地图呢也是提供了很多陷阱 主要就是在老鼠的选择问题上 首先我们这把玩是见识解锐 见识解锐在这里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我这地方推荐给大家几个猫咪 不是猫咪去了 几个老鼠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个是丛林 丛林呢会周期性给自己加速 然后导致自己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 就是会有延长性的这个加速效果啊 会比较适合大家 因为这里还是以速度为主 中途的东西能不能过去 其实如果你的速度够快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初始的解锐 初始的解锐的异技能啊 会有一个加速效果啊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得前期直接学异技能 剩下的解锐也有很多 比如说国王 然后或者是小恶魔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了 剑士解锐在这里也是有用的 但是由于 呃 由于这个 由于在我们这个图里呢 它并没有这个 减经验的极致 所以说可能剑士解锐的异技能啊 就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它只能回一些血 它不会给大家回很多血 然后并附带一个加速效果 因为它本身是不能升级的啊 就有点难受了 那这个位置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落下来 然后回头去踩这个检查点 我估计这把得不了第一了 应该是完不成了 这个人啊 已经落下了我很长的一段位置 呃 这位置 这位置开始继续往上 呃 这位置稍微稳一下 就大家不要太慌啊 这个第一果然是到终点了 但是我的检查点呢 在很上面的位置 呃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我这个地方不踩老鼠夹 我也上不去了 然后直接被老鼠夹子夹住了 那这个位置呢 就很遗憾啊 没有得到这个第一名 然后也是以第二 算是第二名吧 然后我也不是很服 那这地方我们开始第二场比赛 那这把呢 我们开始就开始往前冲 然后我出使玩了一把 这个出使的节律啊 大家都有 那这个位置啊 大家会看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传送带上啊 然后传送带呢 会随即 跟我们刷出来这种大箱子 然后我们只有踩到大箱子之后 才能踏到这个踏板上 所以说啊 大家玩这种游戏 要稳住自己的形态 在这个游戏里 要学会利用各种地图 所带的本身机关 才能完成比赛的这个进行 因为很多地图机关 都会给大家带来 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快捷方法 以及有很多地方啊 你是不利用这个机关 你是根本玩不成比赛的 这位置由于我被 那个白雾遮住眼睛了 所以说直接踩到了这个夹子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地方继续往右 然后这个老哥踩 哎呀 我这位置有点着急了 其实我刚才那个位置 直接往左走 我就通过了这个 通过这个检查点 但是我还是稍微 啊 有点心急了 我还是想抢在这个人前面 然后没有想到 直接被夹住了 然后这位置继续往上跳 然后跳完之后 哎 啊 怎么说呢 这把的问题就在于我的队友 这把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在上一把玩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我的队友其实大家由于可能是刚开始玩 然后并没有很熟悉 所以说大家还是啊 就是开始各种啊 自己玩自己的啊 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于道具赛的意味啊 就是你是以跑到终点为基础 就是你跑到终点是你的最终目的 然后你的基础呢 只是你满的血量 以及你角色本身的基础技能 你需要利用 你在途中捡到所有道具 对你的队友造成影响 原显的队友现在不是了 这位置直接一个盘子砸住我的队友 然后他估计要给我弄炸弹 然后再一个盘子给他击倒 击倒之后呢 我持续往上 因为他那个盘 他那个炸弹估计一会要炸了 炸了之后呢 可能会都有造成影响 然后由于我这个地方并没有满血 所以说直接弄一个炸弹 捡一个炸弹 捡完之后直接选择 算了 现在稍微握一会啊 然后这位置失误了 但没有关系 这个炸弹开始 估计马上就要开始倒数了 然后我们直接愣上去 愣完之后 发现我另一个队友并没有捡啊 然后我们这地方继续往 继续往检查点去 然后稍微再往上 这位置我之前跟我开始 正第一的那个老主呢 由于他中间被我盘子打中一回 然后又被我击倒 就是眩晕了一会儿 然后需要一段时间回复 所以说他的速度呢 也是渐渐慢了下来 那这地方并没有什么 太过于难的地方 然后大家就站在这个火箭头上 然后直接往左侧一蹦就可以了 然后有很多玩家已经是发现了 我现在玩了两种地图了 确实 目前我只是 只随即到这两种 有可能这个模式是两种地图随即的 那么我发表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两个地图的这个看法 首先第一点 第一种地图 第一种地图会给大家造成 很大的这个麻烦啊 原因 原因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点 大家在玩地 等会儿 这位置 我这个攀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的两张地图 第一个地图可能比第二个地图相比呢 机器官更多一些 它的机关度体现在它的 颠倒药剂 和它的烟雾比较多 然后呢 我感觉 第二个模式呢 它是 这种地图自带的陷阱比较多 就比如说什么老鼠夹啊 这种 以及地图自带的机关比较多啊 它不像 怎么说呢 它不像第一个地图那样 它是 第一个地图是 迷失这个视野 以及电脑方向 第二个地图呢 就是让你站在那儿不动 这两个模式还有区别的 然后第二个地图可以 拾取到的这个道具 以及可以 投掷道具的时间非常的多 就是它的直线距离啊 非常的远 所以说 两个地图的玩法还是不一样的 大家如果是玩第二个地图呢 还是以 还是以这个愣道具 愣道具 然后来限制自己的队友为主 如果大家玩的是第一张地图呢 那么就是以 跑到终点为主啊 这也是看大家怎么选择 当然有的时候 大家可以故意落后 因为这个模式啊 还是我说句报停的 还是有人需要 去躺墙的 就比如说 前面这个老鼠夹 它碰了啊 我再往前走 我也不是很怕 然后这位置 它明天捡到这个炸弹 然后我们这地方啊 先把这个炸弹捡到 然后直接摟回去之后 然后选择 哎 哎哎 哎 我这个位置有点难受 但没有关系 盘子落下来了 不会砸到我们啊 然后我们直接跳到这个 护栏的最上方 然后哎 这位置还有这个提示啊 我还以为我已经到终点了呢 我还在这想呢 然后这位置继续往前 然后直接给自身一个加速 然后落下来之后 看看怎么说 然后这个太匪已经是 跑了很远 但没有关系 然后下方这个屋子 算是一个重力的地方 然后它会让我们 飘起来 飘得很高 所以说大家只需要在 你的检查点的下方 正下方 或者是 其他地方都可以直接 飘到这个检查点上 然后这位置再往前一飘 哎 还没到啊 哎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 赛程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 但是 由于我长时间 这个采了东西 然后直接判定我是 眩晕状态了 然后果然 哎 完成结束啊 这个还是比较完美啊 还是取得这个第一 但是我估计这个第二的太匪 应该也能完成本场比赛 果然它也完成了 那 游戏已经是完美结束了 也是取得第一名 也算是洗刷了第一把 没有拿到第一的这个耻辱啊 这把还是可以的 运气和实力啊 都有一部分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还是运气比较多 剪刀的道具呢 比较好 然后对人有没有 给我造成太大影响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猫和老鼠 也是给大家体验一下 这个奔跑老鼠的这个新模式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固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